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什么声誉方面是讲了很多 有一次也是就是人圈的时候 砸到我眼睛了嘛 打到那个眼珠了嘛 然后我以为我要失明了 甚至那个时候邻居同说 问我奶奶说你天天带着一个偷油品干嘛 我就说我不是偷油品 我有这个能力 我可以扛起这个家的责任 我可以把这个破碎的家再修补起来 我愿意借给他一双腿和一双手 把这玫瑰 像所有天底下的男人一样 单腿送给你 你爸爸当时突然带一个孩子回家 那时候你俩多大 对 四岁 你爸爸自从把这个孩子带回你们家以后 对你们俩的这个态度有没有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 bindle 唱出来 放开心中明显的 话还唱出来 唱出来 要想要说的话 唱出来 要说不出口 话唱出来 要藏在心里 话唱出来 爱要把声张 唱出来 要想要说的话 话唱出来 要说不出口 话唱出来 要藏在心里 话唱出来 爱要大声唱 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欢迎大家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向幸福出发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彤 我是幸福观察员王文健 大家好吗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 在委托人们各自不同的 人生故事当中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接下来要上场的 这位委托人 是个多才多艺的姑娘 名叫盛雪 首先我们来欣赏她的一段表演 掌声欢迎 我能不能理解 刚才你这一段表演 您等于是胡拉圈当中套的魔术呢 对的 也就是说 变完魔术就不能再变了吧 还可以再变 要不你来一个 听说老师多才多艺 王老师 魔术很多人都会 但是变完魔术之后 你马上让它再变 它就蒙圈 如果你还能再变一个魔术 我就在现场变个魔术 你信不信 那我可就事物以待了 好 来一下 好 那我这手里呢 拿了几张报纸 我想请两位老师 和我做一样的动作 把这个报纸给撕碎 可以吗 好 好 我们首先呢 把报纸从中间撕开 对 非常的棒 合在一起再撕开 再撕开 然后合在一起再撕开 撕得越碎越好 对 从中间再撕开 两位主持人看都是内行 好 可以了 给我 好 那接下来呢 请大家注视前方 千万不要眨眼睛 然后呢和我倒数三个数 奇迹就会发生 来 准备 一 二 三 没有点绝招是震不住他了 来 哪位先生能够提供一百块钱 好 这是一百块钱 这个 我这个人从来不变那种 不能消费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刚才变报纸 你撕了也就撕了 撕不了他也就是一张报纸 这个你看啊 大家看到 现在我拿的这个一百块钱 我现在 来 举起来 一 二 三 四 走 哇 厉害 还可以说 就来了 厉害 厉害 服不服 服 服 特别服吗 特别服 就算了 要不服的话 你信不信 我能把这钱最后再变没了 那还是要看一下 还想看一下吗 对 下周见 不是说连续变才厉害呢吗 不是 你啥意思了 关老师 咱俩是搭档还是偷 没有 你要是说 开个玩笑了 开什么玩笑呢 你要是说 我就是说管老师 我这个人呢就是 就是你看 咱们把这钱你看 你看 看 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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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在哪呢 在自己的口袋里边 我就能把它变到这儿去 哇 我能把它变到这儿 你信不信 从这儿就拿出来了 这张钱如果说 我想见证奇迹的时候 到了 好厉害啊 学姐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刚才我的那个魔术 要是加上这个 乌拉圈的话 乌拉圈 你想想一边转一边 微微微微微微 就收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点 实在的来点技术性的 好吗 好的 我们拿几张报纸过来 对 还上报纸 对 然后呢接下来呢 这个报纸呢 我们把它放在鼻子上 然后把它给顶起来 我们三个美人一支 看谁顶的时间最长 好 那这属于杂技当中的 一个最基本的动作 也是最难的一个 希望两位老师 跟我一起做好吗 不是 这这么尖 你确定要放在鼻子上吗 对 一定要放在鼻子上 对 这在来 显示出她的难度 好 预备开始 老师 老师不用放水里 啊 放鼻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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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 上面有线是不是 没有 请两位老师试一下 好漂亮啊 感觉好壮观啊 可以啊 天哪 太厉害了 不愧是有戏曲的功夫了 天哪 要眼睛看着她 不要动 哇 世界级的表演 你知道吗 就是光顶着这个还不行 我们刚才说是混搭表演 还要干嘛 比如说变个一百块钱啊 什么再转个呼拉圈啊 什么的 就是这儿顶着 这儿变一百块钱 对 我光顾看这儿 然后钱你拿走了 我傻呀 那我们就可以一心多用 好 我给大家来一个一心四用 送给大家 还真是 太棒了 要知道我们胜选呢 实际上特别值得 骄傲的地方就是 打破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是不是 是一个 名称是什么呢 我保持的项目是 一分钟内抛接并旋转 两百四十五个呼拉圈 抛接并旋转 两百四十五个 而且时间限制是在 一分钟之内 一分钟内 那今天我听说 准备在我们向幸福出发的现场 能够再让大家感受一下 你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这种紧张的过程 是 然后呢我也把数量增加了 想挑战一下两百六十个 好的 来 请就准备 来 多多支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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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一圣学肯定是 应该说是一个专业的演员了吧 对 因为我从小是学舞蹈的 舞蹈 对 然后后来才学的魔术大技 就我刚才抛接的那种 就是在呼拉圈当中 是非常难的一个项目 对 然后我接到吉尼斯那边 官方通知我的话 只有十五天的训练时间 练的时候呢就是我的腰椎 就是它变形了 还有一点错位 然后我就疼得受不了了 然后我从早晨五点钟 一直练到晚上 就十二点钟 说了吃饭 我就一直在练 然后就整个人都躺在地上 就起不来了 然后后来我就 然后朋友就给我送到医院 然后就医生就说 你不要再练了 就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什么生育方面 就讲了很多 有一次也是就是 人圈的时候 砸到我眼睛了嘛 打到那个眼珠了嘛 然后我以为我要失明了 但是我还是想到 我爸爸就是为了 也是为了家里的生活 然后在外面做水泥工 然后一到冬天 那手都开口流血 然后还要插到 那个水泥里面跟他搅 然后就觉得我爸 受那些苦跟我 我跟他比就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呢当时我想想我爸 我就坚持下来了 拼了 对 是 是想来谢谢谁的呢 是想来谢谢妈妈 妈妈和妹妹 妈妈和妹妹 因为妹妹的话 她一直读到研究生 都是我在工 我这么多年在外面 我都将近十年 没有回家过过年 第一呢 因为我妈妈 就是培养我 学艺术的时候呢 借了很多钱 然后我要还债 然后还要 供我妹妹上大学 所以呢 是她支撑着 我在艺术这条路上 就是坚持下来 和走下来的一个动力 太棒了 我也特别感谢妹妹 太棒了 好 来 有请盛水的家人上场 我敢肯定妹妹一个呼拉圈都转不了 走道还有点那个慵懒 有时候也搞一个呼拉圈转转转 转转 现在能转几个了呢 一个可以 一个可以 那你不如我 我现在能转两个 我一个手转一个 能转两个 能这样转 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这么深厚 是因为姐姐当年应该说 首先先资助了你对吧 对 是的 考大学嘛 我们家肯定是情况 不允许 然后上大学的话 肯定是一年都要 进学会都要进一万块钱 还有每个月有生活费 就上班了 对 我讲我上班吧 然后我姐打电话 把我训了一顿 你看 她讲呢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姐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希望你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 然后继续走下去 妈妈 你这俩闺女 都让你挺骄傲的吧 是 你最轻哪个女儿呢 两个都一样吧 非得有点小区别 你觉得你对哪个女儿有点欠疚呢 那我就对肾学有点欠疚 从开始学艺术 就出了这个家门 我对她没有一点的照顾 对 反而她照顾家最多 反而她在外面受很多苦 她从来还不对我说 她是照顾了妈妈照顾妹妹 照顾了妹妹照顾妈妈 对 所以说在你姐姐要谢谢你之前 你应该抢先一步 先谢谢人家才对 我觉得用感谢这个词语都表达不了 对她的那种感情吧 记得有一次吧 她一个月 然后上一校晚饭都没有吃 她把钱省下来了 然后免疫力下降 然后就生病了 拿了一个新书包回来了 然后她又跟我 还有那姐看其他的小朋友 都背的是新书包 然后可漂亮了 然后你都背好几年了 都旧了 都跟别人不一样 不吃不喝差点饿病了 给你买个书包 受得可可怜了回来 然后当时我就想 我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好好努力 然后长大了 我养我姐 我就是这样想起来 老爸没有来 对 因为他在外地 就是干那个瓦江活 然后来不了 很辛苦 在江苏那边 对 然后我让他来 他说来不了 姐姐站在这儿 来 拿着话筒 一人给爸爸说句话 多辛苦啊 在外边赚钱 你看那红灯亮了 哪个红灯亮 哪个就是你爸爸 爸爸辛苦了 你在外面 不要超新家里 你在外面 就把你自己照顾好 不要心疼钱 平时该吃的要吃 不要饿的肚子 要把自己给照顾好 我们都会让你很省心的 你放心吧 爸爸我爱你 姐姐 爸爸记得有一次 就是你给我 我给你视频的时候 你鼻子就是流了很大一块疤 然后我问你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就是 就是不小心碰了一下 后来我妈就说 你是就是从那个高空上去干 那个架子活 然后从高空上摔下来的 因为你又就是太高了嘛 年纪太大 然后就晕了 然后就摔下来了 所以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是好难受 然后呢也是你这种精神 吃乎耐劳的这种毅力 然后鞭策着我 也让我像你一样 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坚强 为了咱们这个家继续努力 我要让你看到 你们咱们老盛家的女儿 是最棒的 哎呀 太棒了 来吧 妈妈也起来吧 此时此刻老大 想对妈妈和妹妹说的话 想说什么 说给她们听 想对妈妈说 就是特别感谢你在 就是全村人还有 就亲朋好友的 就是不看好的情况下 让我选择了艺术道路 我会用我的实力和我的努力 来证明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然后妹妹就是一直都是我 在这个路上前行努力的 一个动力了 没有你可能说 给我带来了一些负担 但是这也是动力 感谢你 我会继续努力 我们一家人也继续努力 接下来我们就 爱要大声唱出来了 在这个环节 姐姐你是怎么准备的 想唱一首和你一样 想像爸爸和妈妈一样 坚强也要努力 有一种匠心的精神 好了 掌声欢迎盛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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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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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坚强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 一样的全力一幅追逐我的梦想 哪怕会受伤 哪怕会受伤 哪怕有风浪 风雨之后再会有迷人芬芳 我和你一样一样一样的坚强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 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 歌声是翅膀 唱出了希望 所有的付出 指引爱的力量 和你一样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接下来要登场的 这位委托人是一位秀珍姑娘 虽然她的个子不高 但是她的能量却很大 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创业成为了一名老板 人称一米姐姐 让我们欢迎孙菊萍出场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孙菊萍 来自这家杭州 今年二十三岁 同时呢 我现在是一个文创公司的小老板 是线上的还是实体店 实体的 孙老板 孙总 您手下管理着多少员工啊 加起来大概有个一百多号人吧 天哪 一百多人管理着 太不得了了 就说这这文创公司 它具体是什么内容和项目呢 这文创公司呢 其实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创立的 那个时候呢 主营呢是自主云打印 还有广告设计图文制作这些 但现在的话呢 我在公司的主营业务里面 我加入了一个职业技能培训的板块 那我现在会服务于一些高校的残疾学生 包括一些高校的评论生 去给他们做一些职业技能的辅导 包括一些岗位的匹配 哎呀 这完全是一个老板的一个介绍 我能不能理解所有你的员工 你的手下都比你个子高一点呢 对 海拔都比我高 海拔高 您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的情况 更多的想 我一定要比别人早走一步 跟家庭的原因更多的关系有多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包括我自己本身上这个大学 都是挺不容易的 我差一点点就上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家里讨诈人的电话特别多 然后我曾祖父 曾祖母身体情况又不太好 我奶奶真的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你知道吗 你出现了这个经济问题 对 而且我从小学开始 我可以说小学都是我自己求来的 然后就中间要很拼命很努力的 去搞定我的学费 去搞定我的生活费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所以弄到钱 是你大脑里头经常想的问题 大二之前 我满脑子想的就是 怎么活下去 怎么去上学 怎么往上升 满脑子就是钱的事 生存的事情 也就是说您是那种 带引号的掉到前眼里了 对 还真是 不想不行啊 不然下一顿饭哪吃都不知道呢 真是那种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老天真的是公平 这个开门和开窗户这事吧 大家经常说 您这好像是连门带窗户都给你开了 是 是不是 可是他曾经连门带窗户全给我关了 连一点点缝隙都没给我 就是因为他关得太紧了 所以你才想尽一切办法 从那小缝隙里头就给他蹦出去了 是的 挣扎出去的这种缝隙 一旦开了以后想关都关不上 是吧 第一笔钱挣了多少钱 五万多 大二 是吧 大二 大二 五万多 对 当时激动懵了吧 激动啊 可激动啊 小伙伴都激动嗨了 那天是出去搞团结 天哪 我长那么大都没进过 五万多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2016年 2016年的母亲节 所以就是那种成就感 我觉得可能你这永生难忘 那六万块钱怎么分配的 五万 那五万块你看我老子 你这给涨了一万 那七万块钱怎么分配的 后来八万块钱放哪了 对 我正缺启动资金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我公司创立 包括招那些小伙伴 我仍是招过来的 但我下个月不是得发工资吗 我正收没钱的时候 对 我启动资金也没有 就八万块钱都发了 那没有那没有 留了一部分备用呢 毕竟以后后面还要去生存的 还要去发展的 对 因为当时确实需要那九万块钱 就不停的涨 对 原来是这么赚钱 你直接嘴上 对 有没有赔过 赔过 真赔过 最大的一笔赔了多少 七万多 你看 就是我说的那七万嘛 对不对 这个七万不是那个七万 因为当时也是刚刚进入社会 我也是比较单纯 不存在说 就是只要是个人 他在我面前 他跟我说什么话我都信 我不会去判断 就是我觉得所有人 都是好人那种 你说太对了 我到现在都是这样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今天是来谢谢谁的 大学当时的一个启蒙老师 副老师 在时常一转身的遇见嘛 在我最迷茫 最困惑的时候 然后他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的出现了 然后就是问了我很多以前的情况 我也告诉他 我说我从小到大 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就是我背后是没人可靠的 哪怕我在外面受尽欺负 任何一个同学都可以来嘲讽我 因为我没有父母 因为我家里穷的不能再穷 已经是那种威坊的地步 甚至每一次小学的时候 我都很怕很怕回家 搞不好哪一天 我就被推到阴沟里去了 你没有父母 是指父母已经不在世了吗 不 那个时候我确实不知道 因为我一出生的时候 医生就很直接地告诉我的家人 说这个孩子以后长不大 而且他的四肢是畸形的 我奶奶把我绑下来的 这是当时我奶奶口述给我的 小时候我对我父母的印象是没有的 一直跟着奶奶 跟着爷爷奶奶 曾祖父母 所以家里四个老人 拼了命把我拉扯大 我就觉得我还能有饭吃 能够活到现在 就已经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到高中的时候 我就已经独立出来了 我没有再花家里的钱 然后到大学更不可能 我就很迷茫很低落的一个状态 甚至那个时候 可能情感上的一些缺失吧 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种 但是傅老师的出现 一个他给我解决了兼职的问题 当然在他的影见之下 我后面突然一下子 就是最多的时候 我可以向内外兼职 兼到三分 同时兼三分工 从你说话的这个气场里面 我真的是读到了那种 你内心其实一直住着一个大女人 所以今天我不知道 这个您要谢的人来了没有 来了 傅老师 他就在现场 来 我们有请傅老师上场 谢谢 王老师好 我遇见居病的时候 是十五年的历程 我记得二零四年的十月九号 因为很清晰 我在食堂买早餐 一转身 我看到后面怎么有一个 这么小的小朋友 我蹲下来跟他讲 我说 同学你好 我是窗户中心的老师 那我说 我想听听 你有什么样的在大学 在我们浙江金茂 这些就是学你想做些什么 你有没有梦想 我记得当时他很惊呆了 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敢考虑梦想 对 他说 啊 问我有梦想吗 这个小姑娘说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她说 我还有曾祖父 家里八十多岁的曾祖父 我说 那你爸爸妈妈呢 她说 我爸妈妈我也没见过 因为我的孩子也就比她小一点 然后我说实话 作为一个母亲的心 我是很很难受 然后她说 我说 那你怎么来上学的 她说 老师高考 一毕业的时候 那么我就是到 我要去找工作 我的学费在哪里 她不知道 所以她一个这么小的个子 她说我已经被人拒绝七次了 读书完了 我问她现在还有多少钱 她说 我身上只有五百块钱 一四年的杭州 在我们学校吃一顿饭 就是你光饭费 你多了六百块 还是个女孩子 你最基本的生活费 关键是冲了个电话卡 冲了个饭卡 只剩了三百 你还什么都要用的嘛 那我说 那怎么办呢 我说 那跟着我做学生助理吧 可能也太有缘 我就跟她说 GP不要怕 我说 傅老师答应你 我陪伴你 放心一定会很顺利的大学毕业 我那个时候 问过老师一个问题 因为我经常去她家 她也会做很多好吃的给我 然后我就问老师 我说 为什么我妈妈 会让我在她的朋友面前 只能喊她阿姨 而不能喊妈妈呢 为什么同样是妈妈 你却可以对自己来 做到那样 因为那个时候我妈 我爸妈还没有回来 她们现在对我很好 可是当时我心里 一直是有一个结 只要是有外人在 我永远只能喊阿姨 不能喊妈妈 我想那是为什么 是我不够好还是怎样 当时我就这样 我老师 但是老师突然一下 就把我抱住 那一刻 我就感觉到二十多年以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 爱这个 我感觉到有人在护着我了 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从小到大一直在盼着我 盼着我 盼着我爸妈能够回来 能够一家团圆 我以为说我成绩不够好 我拼命地努力 我每次都拿奖账 我去拿奖学金 我去拿第一名 我想我足够优秀了 我爸妈就会回来陪着我 甚至那个时候 邻居童说 问我奶奶说 你天天带着一个偷油品干嘛 我就说我不是偷油品 我有这个能力 我可以扛起这个家的责任 我可以把这个破碎的家 再修复起来 但是在我没有修复起来之前 我再少吃一家 我真的感受到了 什么叫家 什么是温暖 什么是真的有安全感 所以一个人呢 在这一生当中 你肯定会 每一个人不同程度地 会遇到一些 生活中的不如意 但是像您这个 其实已经构成是伤害了 我从来没有说去怪过他们 我没有去恨过他们 那你告诉我一个理由 当时他们为什么会选择 没有陪伴你 我爸那个时候 就是常年不招家的 我甚至 他第一次出现 来学校接我的时候 我都不认识他 我还想这个叔叔是谁 我妈当时可能说 他一个女人在家里 他应该也不容易 但是具体什么原因走 我不清楚 不管他没有什么样的原因 我相信天底下的父母 都是爱孩子的 但凡他们有一点点办法 他们一定会陪着我 是 如果你能这样想 我就更开心了 因为事实上 我从你痛苦的眼泪当中 感受到了你当时的那种无助 但是 这就是你强大以后 这就是你读书以后 这就是你身边有 老是这样的人之后呢 您变得豁达了 命运对你真的很公平 说实在的 我们现在只有羡慕的眼神 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你今天一定是想来谢谢你身边 关心过你的很多人 但是眼前的这个老师 是你最应该感谢的 老师请你几例 老师真的 我觉得刚进大学的时候 我就像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小婴儿 我很努力的想要去成长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成长 是真的您手把手的 一步一步的去教我 我可以说 如果没有您 没有今天的孙菊平站在这里 当时 当时的我甚至 我连抬头走路都不敢 但是今天的我 我能够自信阳光的在这里 告诉每一个人 我只是 因为身高和你们不一样 但是我和你们一样有梦想 老师这全部都是归功于您 您真的 成就了一个梦想 而今天我想成为下一个老师 我想把您用在我身上的这份爱 去传承到更多的人 去帮助更多人 去找寻到他们的梦想 成为他们的生涯祝梦人 老师 谢谢您 我想知道 你们生活中平时交流多吗 非常多 我很多的第一次 都是老师这边得到的 包括第一次过生日 第一次出杭州去旅行 然后第一次 吃到那种 因为我们给孩子过生日 都是再平常不过的 我的儿子过完生日之后 我告诉他 这是我儿子的生日蛋糕 菊冰说 老师我从来都没过过一次生日 我就心里记住了 所以来年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五点多钟起来坐好 然后带到学校去给他 我说这个早上的 你就先吃黄米糕 我说你从来没有过过生日 我说爸爸妈妈 跟孩子是怎么过生日 老师今天跟你过一次 中午的时候 我就邀请了我班上的 其他同学 一起来跟菊萍过生日 也就是说 其实如果您要不告诉他 生日是这样过 也许他对这个都没有概念 他不知道 所以说所有的美好 和所有童年应该有的东西 老师慢慢的都给你补上了 是的 甚至在我出门的时候 就像这一次我来到北京 然后老师第一反应是问我说 菊萍去北京 路费够不够 生活费有没有 你有没有零花钱 我觉得这是一个妈妈 才会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这么多年来 菊萍跟副老师之间 不仅仅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 对 很多时候甚至就像 妈妈和女儿之间的交流 是一样的 是的 是不是 也是一直以来 从小到大 菊萍特别渴望 拥有的那种家的感觉 是 妈妈的 呵护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有没有那种冲动 就是想要铺上拳去 抱住老师叫一声 说实话 这想法已经想了好几年了 但是我 我不敢去跃那个戒吧 那就含上了 你真的其实 在你内心 依然还住着一个胆怯 因为这是小的时候 留下来的一种自我保护 但是今天我觉得 如果能在幸福出发这个舞台上 圆你一个内心的梦 这其实也是梦想 有的时候可能 可能离我们最远的人 却是离我们最近 离我们最近的人 也许离我们最远 在你身边 就有一个完全就像母亲一样的老师 关心和照顾你 其实勇敢地叫一声妈妈 未尝不可 老师可以稍微地坐下来一点 离她近一点 我来看你了 妈妈 我爱你 我想做一个妈妈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菊平从小都没有过的一个 就是在妈妈的背上 那么我想背她一下 以表示就是让她感知一下 妈妈的背上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今天可能不一定抱得动她 好了 来 慢慢下来 和她美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过程 谢谢你 你很棒 真的我想这一切 一切的一切都是孙居平用自己的坚强换来的 所以你真的可以尽情地投入到老师 投入到妈妈的怀抱当中 享受那份温暖你值得拥有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就把我们心中唱给母亲的歌《天之大》送给像傅老师一样 和蔼可亲的像妈妈一样的老师 来 我们一起来欣赏 来 我们一起来欣赏 幸福 生于回头的心田 天之大 唯有你的爱 是完美无相 天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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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的爱 我就给了她 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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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笑 像极了 妈妈 让她 得笑 像极了 妈妈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在接下来这组委托人上场之前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份 寻喜事 这是十年前2009年 一位父亲寻找走失的儿子 当时到处张贴的 那么在八年之后 这家人终于如愿以偿 找回了儿子 那究竟八年之中 在儿子身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现在就有请 这个小伙子陈红慧 和他的一家人上场 你好 这是爸爸 爸爸年纪多大了呢 六十一了 您是他的堂哥 我是他的堂哥 你把话筒给他 你把话筒给他 小伙子 你拿着话筒 拿着话筒说话 他不爱说话 交流困难 当年丢失是怎么丢失的 这孩子 丢的时候他几岁 他当时丢的时候是几岁 他当时丢的时候是几岁 我认为他去上那儿家去了 以为是出去跑玩去了 上那儿家去了 当时他又停息去了 停息没回来 没回来就是说 觉得他出去玩去了 没在意 也没找他 一直没回来 到晚上黑了 就开始才开始找 一直没找到 整种一个船船的人都在找 他当时丢的时候是几岁呢 十六 十六岁 找到他的时候 是公安局派出所通知 你们去说找着了呢 还是 公安局 当时他的这个身份 是怎么确定 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呢 让他的这个刘明叔叔 就是我 他根据我宝贝会见 找到了 那个小伙子 您知道谁收养了你吗 我觉得不如这样 咱们把他走势之间 收留他的刘明叔叔一家人 请上来 咱们用的情况好不好 好的 来 刘请刘明一家人上场 您好 您好 这双胞胎这就离近点 这个管老师猜一下 哪个是老大 哪个是老二 那我觉得那个矮点的 应该是老大 矮点是老大 哪有老大比老二矮的 一般都是这样的 那瞎说 真的 其实我已经打听过了 我打听的结果 不是他是老大 就他就是老大 不是他是老大 他就是老大 我说对了吗 你看 我这答案多么正确 来 老大 请起立 看看 你爸爸当时 突然带一个孩子回家 那时候你俩多大 四岁 你爸爸自从把这个孩子 带回你们家以后 对你们俩的这个态度 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照顾他多一点 照顾你们少了 没有 没有 和原来一样 我们刚刚跟这个 洪会尝试着交流 发现他好像确实是 跟同龄的孩子相比 那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太擅长表达 对 是的 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 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小伙子 居然能够看一个电影 就从家就走着走着 就找不着家了 对 这一下子就 就越走越远 他这会不会是 离开家以后 在找到您之前 这个一个无助的孩子 可能精神上 受了一些刺激导致的 还是原来他就不爱说话 他原来情况 基本上和现在差不多 当时您见到他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子了 已经 是腊月天 然后天气非常冷 我们当时在街道上 摆了一个水果摊 当时那天是晚上了 天气非常冷 然后他走到我们水果摊前 当时我老婆让红林就问他 你吃不吃水果啊 他当时就点点头 然后给他拿了点水果吃 问他吃饭了没有 他说没吃 然后我们当时刚蒸好的米饭 然后炒了一份菜 吃得挺香的当时 那是怎么就决定 后来收留他呢 是您的主意 还是太太的主意 当时我们还没决定收留他 就是说 只是说看着可怜 当时给他给吃 是有没有从他的这个外貌 判断他就是一个 就好像在外面流浪的孩子 那种状态 能看到 他当时那个穿的破衣蓝衫 然后那个头发特别长 当时吧 看到他的时候 浑身都是脏兮兮的 然后站在我那个摊位的门前面吧 当时他也不说 只是说用眼睛 那么眼巴巴地看着你 然后我就想 这孩子 看样子 挺可怜的 就是说 所以我就想知道 后来你们是处于什么原因 想收留他呢 就是赶了他一碗米饭吃以后吧 他就一连来了好几天 后来呢 到饭点就找你们来 对 是的 那这个冬天嘛 雨昂雪下得特别大 那天特别冷 从中午以后 中午吧 他在我那儿就没走 一直到晚上都没走 然后老公女过去就问他 说住在什么地方 那是他正式地说的第一句话吧 然后就说 我在桥墩下面住 东西应该都湿透了 完全可以说这个话 是的 他能表达 后来你们跟他熟悉了之后 他是可以正常谈话的 可以的 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那他也是怎么告诉你 他就是从家走丢了的 这个情况 他没讲过这个过程呢 讲过 讲过 他怎么说的呢 我问过他 他说去隔壁村去 看戏 听戏 然后等戏散场之后吧 他就骑着自行车 他们那地方好像是有玉米啊 玉米地特别高 可能是人余多散场了 他的方向好像走反了 越走越陌生 然后他就害怕了 那一晚上就说 雨昂雪嘛 那么冷 然后老公和我商量 说要不然就让他在这住一晚上吧 他出去肯定要冻死的 我们毕竟还有两个孩子 我想知道 你们把他留在家里的时候 你们家有能够容他住的地方吗 没有 我们当时就租了一间小房子 然后呢 门口摆了一个水果摊 我们在楼上的一个小房子住 那他住哪啊 我只能让他暂时住在水果店里面 你看这个事情就是 我想象当中的这个收留是因为我们家条件很好 地方很大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这样的收留呢 我就认为相对合理 是的 那这样的一种收留 那这样的一种收留我就特别能理解老实巴交的家长 为什么一定要跑在这里来谢谢你们 说实在的 如果不是你们的善良 可能这个孩子也许现在就不一定能活在这个世上 但是你们这样的一个收留 我非常坚定地告诉你 我非常坚定地告诉你实际上看似家里多了这样一个人口 但是这个家里同时也多了一份情感 在你们家里的漂流 应该说你们家的这一份爱对于你们两个孩子的这种教育是一定起到了作用 所以说今天这一家人走到这里来 其实他们想表达的是感激之情 我认为我们今天其实更多的是传递人与人之间 就应该像你们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 大家真的就这么搭一把手 这个孩子就活下来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孩子 爸爸收留了这个小哥哥 对你们来讲 您认为这个小哥哥在你们家住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没有人影响 反而我觉得我的哥哥对我挺好的 这个小陈到咱们家来这一待 等于就是八年 其实他刚到咱们家来的时候 可能谁也没有想象会有这么长 没想过 当时接纳的时候我就和我老婆商量 我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好 因为我们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多好 当时说实话我们也是被子外在做点小生意 然后我说只要是收留他 我说就要把这个事做到底 不能说半途而废 那后来你们尝试着去帮助寻找他的亲人了吗 这个事情我从刚收留他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我就慢慢地尝试问他家住哪里 他就跟我讲他是他只知道他家是留在 我后来就是说出门在外经常打听这个留在的地方 然后附近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个留在吧 有三十个我都找遍了 也没有 然后我也到那个派出所护几科 我专门去了两次 来调查 也没有找到他这个 就是说他说的陈宏慧这个名字 找了有两三年嘛 就是说慢慢地也感觉有点放弃了 我和儿子讲过我说如果我们年龄大了 没有能力照顾他了怎么办 我儿子当时就说过 他爸爸没问题说你以后老了之后 你要是没能力照顾我哥哥 说我们以后照顾他 突然间就是有个想法就是 当时有了微信 然后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就想再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 发个朋友圈试一下吧 结果发了朋友圈之后呢 志愿者联系到了这个宝贝回家这一个 组织 他这个组织对 发布完这个消息之后 大概有两堂天就得到了回馈 然后就是说 就找到了 桑秋鱼呈现 少了这么一个小孩 对 所以说真的是感谢你们一家人 给他们家带来的这份幸运 今天这个大堂哥 还有父亲呢都来了 他们一定希望替这个孩子呢 对你们俩说几句话 请起来 堂哥 可能这家人 你表达起来最流畅 要不你就代表他爸 代表你这堂弟 跟人家这恩人说几句话 好不好 谢谢黎明叔身子 照顾我弟弟这么多 谢谢 那个小弟弟 这个叔叔收留了你是不是 他对你好不好 你想不想对他们俩说一声谢谢 谢谢 你想不想抱抱你这个收留过你的这个叔叔 抱抱叔叔好不好 去 你想不想回头谢谢这两个小弟弟 你去了他们家 他俩的这个生活中突然多了一个人 给他们也签了麻烦了 你说谢谢弟弟对我的帮助 谢谢弟弟 谢谢弟弟 不用谢 抱抱叔叔 虽然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 可能说话有一些不够通畅 但是我相信他内心 谁曾经对他好 他一定记得 否则他也不会吃完第一顿饭 第二顿饭就又上你们家去了 这是人的这种本能的这种反应 所以感谢你们一家人 给我们带来这么感人的故事 向幸福出发 哎呀大声唱出来 往往到了这个环节呢 我们的委托人都要唱一首歌 来表达心中的情感 但是我想我们都看到了哈 今天红会 是不是我们可以委托这个 收留你的叔叔阿姨 代替你表达你的心声呢 可以 可以 好 脑子都清 那就刘叔 替这个小伙子唱一首 充满温情的歌曲好不好 他平时也挺喜欢听我唱歌 是吗 今天就由我来唱一首 唱一首什么歌呢 好人好梦 谢谢 好 有请 烛光中你的笑容 暖暖的让我感动 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 我的心里最懂 尽管这夜色朦胧 也知道何去何从 我和你走过雨 走过风 慢慢的把心靠拢 就算是人间有风轻万种 我依然情有独重 亲爱的我永远祝福你 好人就有好梦 好人就有好梦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欢迎继续收看 向幸福出发 此时此刻 我们的下一位委托人 已经在访谈区就坐了 我们先认识一下他 您好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主持人 我叫袁立东 来自辽宁锦州 今年三十四岁 其实除了他的本名之外 好像还有好几个称谓 对对对 比如说叫筷子哥 筷子哥 或者说什么嘴强王者 对对对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自己身体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吧 我这残疾膀是属于 先天性海豹之症 就是世界上都非常罕见的一种病 海豹之症 对对对 平时我就拿我嘴 就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拿我嘴 去做一些像什么穿衣服的 夹个菜呀 或者说拿嘴给妈妈印个针呢 您这样 那个这后边就有一件衣服 对对对 那那个您先给我们展示一下 您怎么穿衣服呢 好好 也就是说 其实你的生活主要就靠嘴 主要就靠嘴 但是刚才咱们在路上好像打了一个照面 对 然后我发现您那个车呢 是电动车 对 我当时以为您是用大脑无人遥控的 因为我没看到你动哪儿 然后车呢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是靠哪儿开 靠那只胳膊 也就是说这个胳膊上面 这个的这个 我 咱俩握个手啊 你好 这个就不存在 比如说像我们后来受伤的 它是有缝合的感觉 你可以看一看 圆乎乎的 对你可以看一看 真是的 四肢都是一样 都是一个眼 这个另外就是 但是这个东西 我都没敢递给管老师 他都不一定能拿得动 你拿一下 这很沉吗 哎 我 真 为什么用这么重 我说这怎么这么重啊 实心的这个是 对 这拐杖越重吧 越不容易摔倒 一般的能自己解决的 尽量不去求别人 就是比如说 穿衣服啊 吃吃饭啊 你像 有时候还会给家里人去 给孩子倒个菜什么的 就拿加个菜 给孩子倒个菜 对 这我们才刚漏了 这个穿衣服这一手 刚才我们说 还什么呢 什么就还能穿真了 什么夹豆子 对 还打游戏 拿嘴还可以打字 接下来像咱的那些 物件和道具 好 我们看这 有这个花生笔 筷子 手机 和这个穿真引线的工具 咱们先来哪一样呢 我先给大家会 表演个打字吧 这个观察员 说什么 你就能写什么 对 就能打什么 我和管同的合作 他打得好快啊 天哪 这么快 你这话都还没说完 你打完了 你快 快整下一句 那个 我和管老师的合作 快整下一句 他这相当于速记 就是你说哪儿 所有的话 他给你记下来 他这是还是 快整下一句 你认为 你认为 谁最辛苦 一 观察员很辛苦 二 管老师不辛苦 管老师不辛苦 三 旧观察员一个人辛苦 你这不按照我的意思打呀 完全没有问题 非常快 非常快 这个应该说 比我发短信要快得多 那你这筷子哥 你这加上你是喂别人可以 你自己喂不了自己吧 我自己 我只能倒在盘子里 我再去吃 俩盘子 对 你等一下 有媳妇是吧 你媳妇有没有像我 就这个距离就是 只勾勾看着你 然后跟你聊天的时候 突然你夹起了一个花香米 最后他吃了 有啊 没问题 我就在昨晚他 这个嘴夹这个筷子 是怎么样让他这个 达到夹的这个效果 是牙齿 还是舌头 这头没用过是吧 这个是洗干净的 这是干净的 我跟你说就是怎么用他这个 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 你把这个筷子 塞到两边塞帮子里 就两个牙 牙两边 对 完了割嘴唇的网筷 就是必须拿舌头顶 拿舌头吧 拿舌头顶 鼓掌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你能把这个筷子弄一边长了吗 为什么那还短一截呢 好 这你有什么得意的 人家不光能夹起来 这就是 关键是 人家有可以喂的人 哪疼戳哪是吧 哪疼往哪戳是吧 关老师 没事 继续 继续正题 这不比了 这就是那个针线 这咋整 针线 好 这个王老师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对自个儿 重新机会步 尝试尝试 完了 这样的 这不能上手 不能上手 眼里对着我 你那手不能上 不可能 因为他眼睛离鼻子 还是有个距离的 我现在看到的 这个针的那个孔呢 是个虚的 是有视觉误差的 是虚的 所以说这一招呢 就不虚了 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咱们就不模仿了 因为模仿的后果 有可能 线没穿上 把鼻子给扎了 好了 谢谢 真的是非常 真的是非常佩服你 人啊 其实谁都可能会遇到一些小磨难 大磨难的 但是像您这么大的磨难 真的是属于一般人扛不过去的 尤其是当你懂事可以跟这个社会人交流的时候 但是您的这个现在的样子 你乐观到让我觉得您好像就没有过痛苦 童年的时候 应该说也是经过了一段这个艰难的跟自己交谈的过程吧 出生的时候 家里人就是说很震惊 就是那会儿吧 我妈看着我一四年就感觉 完了 这世界就塌了 这时候呢 其实说实话 我能理解我父母的心情 就是也想让我 就是说放弃我 就是东北都有大炕嘛 放在另一头 就饿了我得有三天 我尺度都在哭嘛 我妈说这太可怜了 就抱着给我一口奶吃 就这样就是怎么说呢 慢慢成长嘛 国外有一个特别著名的 这个和你情况一样的那个外国朋友 他叫什么来着 尼克胡泽 对 尼克胡泽 我真没有想到 就是这么近距离地碰到了中国的这个尼克胡泽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你的这个交流交谈 你包括咱们见面时的那种打招呼 这个一点没有看到你的这个自卑啊 这个内心的那种 不敢面对人的那种状态 因此我就好奇了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找着媳妇 这也是一次偶遇 第一天我们两个就是也没有说话 就是会正常观众似的 第二天他就过来跟我说话 聊聊完他说 他说我有时间我会上你住这地方去找你 不然他好啊 有好感 对 就有好感 其实当时吧我也没有多想 越出时间越长 后来有一回他跟他一起 那回看演出的时候跟他一起有个朋友 我跟他朋友关系也挺好 挺好的完了 他就跟我说 袁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说什么秘密 他说呀 潘霞呀 在那个我们旅店门口的小石砖上 就写袁灯 袁立灯 说写这两个名字 我说那写这名字为什么呢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写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他说我写这名字没啥意思 咱问问他太太写这名字到底啥意思 对 到底感觉 对 这个咱把太太请上来 好 来 有请袁立东筷子哥的妻子上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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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这就不用介绍的我知道 人家 其实我就是管老师 你看你就是不细心 人家太太人家上来以后 人家啪啪啪啪 这一整理 这家伙马上袁东了 这个而且还袁立东了 这个 你丈夫刚才说 你在砖头上写袁东 袁立东 当时为啥要写这名字呢 我那时候就寻思 我那时候就寻思 为什么就是一个人 那时候我能叫出来两个名字 然后就寻思一下 他说你是不是对我有点好感 我说有那一丁点 有那一丁点 对 旁边坐着的这位是 这是我老姨 但是不是亲老姨 但是比我亲老姨还要亲 就跟我妈一样 那你就叫姨不就完了 干嘛叫老姨呢 我比他年龄大了二十几岁 我们农村呢 就是称呼啊 亲人就是老姨 可能比叫姨更亲 更亲 我这就关心你这事了 就是后来人家咋就说 这个你是不是对我有点 那个啥想法啥的 就是那说完之后 他是不是就开始穷追不折 我追的他 你追的他呀 我追的他 你俩商量好对吧 没商量好 绝对没商量好 后来您是喜欢上他了什么 开朗 然后对我也挺好的 你说非常对开朗 对你挺好 咱说个关键的吧 这个青天霹雳的消息 你爹妈知道以后 没跟你拿着大棒子说话 开始也是不同意 后来也劝过他 说你再找个人吧 后来我媳妇呢 也就劝劝他 说您这位对象 对我可好 就是也为我这个 关键有能力 啥都会 你当时没给岳父岳母 给展示了一下 那会儿没想起来 那会儿主要就是给我老丈人 买了一条烟 完了大洞了 当时你有没有担心过 比如说 未来 这个孩子呀 会不会健康呀 会不会有遗传呀 有没有上医院咨询过大夫 经常去健康 偷偷去吧 没事我还会会你说的 到医院偷偷问我专业大夫 他说你这个你们往上 就是说你爷爷奶奶 有没有这个病 有没有缺陷 我说没有 你姐姐有没有缺陷 我说也没有 就这个情况 你这是一个个例 对就是个例 当孩子出生以后 我相信你最关心的 就是看看胳膊腿 有没有吧 对 当六点多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说生了 说你生个大儿子 我说多少斤呢 他说七斤吧 我得忙 我是赵老大 我这一高兴 站那高台上有 一米四五高吧 大头朝下就下去了 一头就扎一个泥坑里 没打地儿 完了回来以后呢 王伯就跟我说了几句 说了几句 我第一件事 我就想看的就是我儿子 我看到底有没有手和脚 完了我就当时抱回来 我说妈 你把这背也打开 我看看 一打开一看 当时孩子一哭一闹 当时说实话 就是这种 头一次做父母 心都被融化了 当时怎么说呢 挺感恩我媳妇 你媳妇从上来之后 一直靠着你的小肩膀 所以有的时候 这肩膀吧 这个宽不宽 不再有没有胳膊 对 有些人胳膊到 挺 挺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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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没人靠啊 真的是为你们的故事 所打动啊 那个老姨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是一直在她精神方面 给予她支持 还是经济方面 也给她一些帮助呢 都有 都有 对 在这个我认识立东的时候吧 我就是被她的这种 不抱怨不自卑 然后她这个积极乐观的态度 这个面对人生的各种困难 她都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所以我说这孩子 我值得我去支持她 因为我觉得她值得我支持 是 接下来呢 我特别想看看你会 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给你的太太和你的老姨 表达你内心的那份感激之情 先来谢老姨 先谢老姨 老姨你吧 你就是对我这么长时间 就是说包括精神上 经济上 包括对我 就是所有说我想不到的事情 你都代替我想到了 真的 厌世你吧 其实真是 是我厌生最大的财富 就是怎么说呢 我妈妈没有以后呢 你就代替我妈妈的职位 就是一直在用妈妈的那种内心 来呵护着我 在这里谢谢老姨 我会继续关注你们 祝福你们 接下来 我想让你像所有的男人一样 用玫瑰来表达 你对你太太的爱 我不知道 您什么都能拿得起来 这样一束玫瑰 你能拿得住吗 这个我真拿不住 我替你拿着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对你 这个也有此意 那请太太站起来 这个 我先替她说一句 然后接下来就给她自己说了 媳妇 我就是一个玫瑰花架子 替你老公端起了她 想送给你的玫瑰 接下来 我对面的你先生 打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老婆呀 咱俩认识你 到现在呢 我也没送过这花 你这么多年 你也辛辛苦苦地在陪伴着我 照顾这个家 在咱妈 瘫痪 看着六个月的时候呢 你始终都在精心地伺候咱妈 就像做儿女的那样去做 甚至有时候 比儿女做得还要好 包括现在的家 辛苦地照顾孩子 照顾咱们整个家的 包括我 所以说我挺感激你 其实你是挺不容易的 我今天呢 我要借着这个现场呢 借着王老师呢 想送给你一朵玫瑰花 你愿意接受吗 愿意 你先拥抱她一下 接着请你回头 我想跟你说 可能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不能用腿 自己行走 带着你 背着你 去她 去你们共同想去的地方 今天 我不知道你介意不介意 我愿意借给她一双腿 和一双手 把这玫瑰 像所有天底下的男人一样 单腿送给你 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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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你辛苦了 好一个浪漫的表白的场景 其实在听我们筷子哥 袁立东的故事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但是我想说 这所谓的奇迹 真真正正是没有双腿 没有双手的袁立东 脚踏实地的 用自己的自信 乐观 坚强 一天天创造出来的 向你学习 向你施敬 也祝你们幸福 感谢高老师 祝福老爷健康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歌声 抒发心中的情感了 有一首歌 我觉得挺好听的叫 说说爱情 是吧 对 好像立东还要献给自己的爱人 对对 我要送给我老婆 因为我要说说我们这些年的 感情和爱情 好的 来掌声欢迎袁立东 为大家演唱这首 说说爱情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都说爱情 需要有缘 都说白头偕老 需要有份 都说有缘也有份 走到一起 爱要彼此去珍惜 都说红尘年轻很凄迷 都说茫茫人海很难相遇 都说经历过风雨 走到一起 相互搀扶一生 真的不容易 爱就爱 它们轰轰烈烈烈 不白来回繁华的人世间 都渴望得到浪漫的爱情 真心得一相伴走完 这一生 真心得一相伴走完 这一生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 很多家庭的构成 虽然不一样 但是爸爸妈妈 为子女辛苦的付出 那子女反过来回报父母 的心都是一样的 家庭中遇到了经济困难 其实对很多家庭来讲 也许觉得这是事情 但是对刚才的 这对姐妹话来讲 却变成了一种动力 让她们的感情那么深厚 向幸福出发 下周再见 这是一个表达感恩的舞台 这是一条传递真情的纽带 平凡的人生演绎着不平凡的故事 见证幸福 分享触及心底的感动 用歌声传递真情 用故事感动你我 为爱心动 向幸福出发